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的石头放下来了 可是怎么只涨一天而已 亚洲股市涨两天 美国怎么只涨一天而已 奇怪 很多人可能很纳闷 上礼拜四证实了美中第一个阶段协议达成 除了中国买农产品以外 相互之间要降关税 所以当天礼拜四大涨 可是礼拜五就涨不动了 现在确定第一份的合约要在元月的第一周签订 还有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文的内容要修订 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已经确定在元月第一周就要签了 奇怪 为什么只涨一天而已 礼拜五道琼剩下涨三点 纳斯达克涨0.2% 费成报告体反而跌0.5% 奇怪 要签约了 为什么涨一天就涨不动 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本来这个约 大家认为一定会签嘛 大家认为一定会签嘛 为什么一定会签 因为美中贸易战打下去之后 美国经济是越打越强啊 所有经济数据都越来越好 可是唯独农民很多破产 这是川普主要的票源啊 所以川普急着要解决农民的问题 不然一直靠政府贴补不是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川普急着要叫中国多买农产品 解决农民的问题 那中国呢 美中贸易战打下去之后 出口引擎熄火了 所以今年中国的经济很差 尤其是出口的部分 真败跌 所以川普也急着 希望美国把关税给降下来 所以双方各取所需 只是希望谈出对彼此更有利的条件 所以才会拉锯站 一直谈不下来嘛 可是各有所需的时候 一定会签嘛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所以你看道琼 在这两个多月时间 已经涨了2547点了 预期会签约的心理 股价已经提前涨了 而且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当正式签了之后 反而有点利多出进的味道 可是利多出进并不代表 马上就会跌 为什么 因为没有新的利空嘛 所以在没有新的利空之下 行情就变成居高不下 就变成居高不下 台北股市也是啊 在预期美中会签约 所以我们一万零一百八十点 涨到一万一千九百九十点 涨了一千八百一十点 我们创二十九年的新高 我们创了二十九年的新高 所以如果中间变数很大 甚至于大家预期不会签 行情不会这样一直去嘛 对不对 如果原本市场认为不会签 行情不可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 台北股市也不会越走越高嘛 所以本来会签约就是预期中的事情而已 只是什么时候大家拿不准而已嘛 可是行情已经提前反应了 那台北股市更强是因为资金行情 你看新台币从八月六号开始升值 再升值 八月六号台北股市也正好是最低点 八月六号也正好是最低点 所以在我全套技术分析课程里面 我特别有教到 股市 汇市一定是同步的 那股市跟汇市一定是同步的 你们自己在分析上 你如果注意大盘的时候 股市你一定要看 股市跟汇市一定是同步的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你在观察台北股市多空的时候 新台币你一定要看 新台币你一定要看 两者之间一定都是同步的 从八月六号起涨 新台币也是从八月六号开始升值 这一点是经验啊 经验啊 你的关盘上面你一定要注意到 新台币跟台股的同步性 今天台北股市涨十二点 也没有上个礼拜那么激情喔 没上个礼拜这么强啊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的行情跟上个礼拜 是完全截然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喔 完全不同的行情喔 你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涨135点 我说是要台积电日 因为一家台积电又占了108点 反而三成的股票 65%的股票都是跌的 大盘大涨只有35%在涨 其他是跌的 礼拜五也是啊 涨91点 光是台积电又占了64点 只有294家涨 其他都跌 所以他丁丁百万公公 那种行情不见得好做 因为台积电 把指数扛高了嘛 其他股票反而没机会了 那今天完全不一样 你看上星期 OTC也是 上市大涨 OTC开高走低 6 18%的股票都跌 礼拜五也是啊 跌更多 跌的加速 反而比涨的加速 反而比涨的加速多 那么多 那今天完全颠倒了 今天完全不一样了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就是 虽然只涨12点 台积电跌3块钱 跌掉指数26点 反而变成 涨619加 跌210加 平盘126加 今天高达64%的股票 是涨的喔 这样是不是更好玩 指数 涨跌不大 那 个股 由中小型股 来扛大旗 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现在这段 你不要去看指数 你看指数不容易 除非你超多台指期 如果你是以股票为主的人 你就看个股就好 重点在个股 重点在个股 这样反而更好玩啊 反而机会更多啊 你看今天OTC的部分 反而涨0.66% 380加涨 223加跌 128加平盘 中小型股奋起 这样还稍微啊 这样机会是不是更多 所以现阶段 你在操作的时候 肌首要不要去看 重点在个股 重点在个股 那重点在个股的时候 记得 买底部 不要去堆关 不要去追强势股 已经涨高的股票 就不要去堆啊 这个行情会颠倒走了 涨高的会下来 底部的会上去 听到不 涨高的会下来 底部的会上去 你看最明显就是 台积电啊 上礼拜四台积电 一支独秀 我就跟大家讲过 因为要除息了 还有一千多张的空单 所以在嘎康 12月13号最后回补日 果然礼拜五又来一天 礼拜五又来一天 空单全部都补掉了 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 下礼拜注意啊 台积电已经没有 嘎空的话题了 你看今天台积电是不是下来了 上礼拜还那么强 今天竟然连红盘都没有 一开就坐开低 收盘跌了三块钱 占掉指数二十六点 所以上礼拜就你们讲过了 已经没有嘎空的话题会转弱了 台积电也涨得够高了 所以我说涨高的股票就不要去堆啊 要买都买底部的股票 要买都买底部的股票 那底部的股票你如果找不到 怎么办 最简单的啊 我上礼拜一直跟大家讲 如果美中你听到要签约 这支股票一定大气 有一支股票一定大气 你如果找不到股票 你又买这支就对了嘛 哪一档 你看大陆股市 这上证的日线 整整八个月的时间 就压缩在年线之上 小幅度震荡 整整走了八个月 整整走了八个月 八个月呢 八个月时间 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被压得实际层层 完全起不来 你看这八个月里面 你看这八个月里面 台股长成这个样子 道琼长成这个样子 梅股长成这个样子 唯独大陆股市 唯独大陆股市 不会动 大陆股市唯独不会动 就是被美中贸易战给压着 那接下来如果签约 是不是解脱了 对不对 八个月时间 全球股市一直涨 最后大陆股市被压得实际层层 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孙悟空的紧箍 紧箍一掐紧 最后在地上滚而已 对不对 紧箍一掐紧 只在地上滚而已 那紧箍是不可能拿掉 紧箍稍微一放宽 孙悟空就可以怎么样 翻跟斗了 他就可以翻跟斗了 所以大陆股市也是一样 被美中贸易战给压着 动弹不得 那现在要开始签约了 是不是解脱了 所以你如果赤不股票 我就跟大家讲过 你如果找不到股票 听到美中要签约 这支一定大气 就是大陆股市嘛 深圳也是啊 美中签约要签不签的 翻来覆去 整整四个月时间 只有相行而已 在这四个月里面 你看台北股市跟大陆 美国股市四个月涨翻了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这四个月已经大气了 那到时候一签约 是不是开始起 这最简单的嘛 所以上礼拜五就提醒你们 如果当你听到美中要签约 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你就买这个 你看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外资大马159亿 富生2X2 两倍涨跌幅的ETF 大买六万张 自营商也买一万八千张 一天买了七万八千张 所以不是只有林特厌债压而已 连外资自营商 听到签约全力压进去 全力压进去 所以上礼拜五跟大家讲过 美中签约一定会大涨的 我们开盘就开始买了 这三个五票 是不是富生2X4 今天富生2X4没有涨啊 今天是开高走低 今天开高走低 为什么开高走低 因为大陆股市上半场相对比较弱 可是当我们收盘以后 我们收盘了上证开始大涨 深证开始大涨 富生开始大涨 富生开始大涨 富生2X4会开关 搞不好一开高就是2% 搞不好一开高就是2% 所以你如果买不到 就买这个就对了 买这个就对了 懂什么 买买就买这个啊 大盘的部分我跟大家讲过 你就看新台币 外资买卖超 外资台子习近多单 台积电外资买卖超跟鸿海 我们来看今天的哦 今天新台币小征0.5角 外资买20亿 台子习近多单 小征759口 总数 近多单总数 49,662 所以今天外资动作比较小 大盘小涨 反而大卖台积电 大卖台积电 大卖台积电 一万四千张 所以我上那一拜 台积电在涨的时候 我提醒你 礼拜一开始就不好咯 因为没有嘎空题材了 外资是不是也杀出来了 我太了解外资了 我太了解外资了 他们什么时候会进 什么时候会退 看太久 鸿海间外资又加码 3076张 多空战斗营 买底部GO股 空高档的GX股 空高档的GX股 我扛的股票你不用怕 你放心 大半就算起了 没起了 因为我都空 业绩很烂的 股价在高档的 又有套牢的 你看签顶 礼拜三大跌 礼拜四又大跌 包含今天 我们来看 今天潜顶还是继续大跌 练三拨几天啊 所以放空不是乱空 也不是看人家长高就空 你要找业绩很烂的 长太高 高档套牢出现 主力开始出货 你扛的就丢啊 你看创意 对 四年来最差 那说完之后开始 两百步一步的开始拨 255先补一次 12月4号 12月4号创意225补一次 反弹263再空 反弹263再空 最高264 空完之后 是不是继续跌 大盘涨继续跌 业拜四 243 242先补一次 为什么要补 因为高档空下来之后 咳下去 指标低了嘛 指标很低了嘛 指标很低 先补一次 上来再空嘛 担抬到来空就好了嘛 所以空的股票 都是这种业绩很烂的 你放心 创意联雅都被降平等 你看有空字帽 155空字帽 上星期是大盘大涨大跌 礼拜五大盘涨继续跌 今天2360字帽 还是跌嘛 对不对 也是拨嘛 所以半档不是黑白档 空业绩很烂 炒太高的 你看同志 你看同志 前三季亏4块钱 空落了 不会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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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长啦 不会去啦 有没有 亏损那么多 值得也是啊 八十八空 三年来最差 还是不会去嘛 对 不会去啦 这随时都会落下来的 随时都会落下来的 你看这支 这支三五票 庆丰富 9935庆丰富 我说完了 空都来不及空 他就一路跌了 他就一路跌了 做多OK 可是记得 买底部 不要去追高 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你看旺宏 上礼拜三 老板说要涨价 很多人都要跟着讲 大涨 我说不要去买喔 不要去买喔 为什么不要去买 两个月营收衰退了36% 开始进入淡季了 12月还会降更多 你在这个时候 进入淡季 你去追高干什么 对不对 涨价也是明年的事情嘛 你看我说完后 离拜四大盘大涨开始跌 离拜五大盘继续涨 它继续跌 所以养成不追高的习惯 养成不追高的习惯 买底部才对 买底部才对 买底部不要买投机股 不要买GX股 你就会赚大钱了 今天盘面上个重点话题 涨价题材 VS底部GO股 等下第二段再跟大家谈 接种广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阿信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精准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就能迈上 财富成长之路 力气来电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来到现场 今天虽然小涨12点 可是更好玩 因为64%的股票涨 只有三成的股票跌 机会更多 机会更多 可是你要记得 买底部的基优股 买底部的基优股 今天盘面上比较大的话题 涨价体材 涨价体材 听到涨价很多投资朋友 眼睛为之一亮 然后就追进去了 你看上礼拜的望虹也是 老板一说涨价 大概唱下去 就连跌两天 今天又来了 减产效应 面板报价 谈升 真的 面板价格真的会涨吗 甚至于有人讲到要涨20% 真的假的 问题是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减产涨价 很多人都追进去了 有打涨是应该的啦 跌很深啦 净值19.4% 跌到剩下7块钱 所以你要外资买也是对的啊 打安全牌嘛 净值19块 拌到剩下7块钱 你要叫拌下去 跌无可跌了嘛 离净值那么远 涨有道理嘛 问题真的会涨 真的会涨价吗 外资大买之后 就传出到涨价 甘金呢 不要那么天真啊 中股票你买没关系 该买你要买 该跑你要跑 净值不一定会来 群创也是 净值24 股价跌到剩下6块钱 你要叫拌到队下去 低档有限 所以外资进去买也对 因为你要打安全牌 那现在上来了 真的会涨价吗 真的会涨价吗 不要那么天真啊 如果那么容易就涨价的话 那面板股不会亏损连连 对不对 那面板股不会亏损连连 见另外一个涨价的 记忆体也看涨 真的会涨吗 你看南亚科 南亚科连续三个月的营收 从52亿一直降 比去年同期大减 今年营收大衰退 三个月营收降两成 你怎么涨价啊 在缺货之下才会涨价嘛 你营收都一直掉了 你怎么可能会涨价 听到不 所以不要听到涨价 你就乱追进去 明年下半年才会涨啊 今年都还没有过完 他说明年下半年才会涨 那如果明年下半年没有涨呢 也没有人会去追究了嘛 对不对 南亚科 已经起那高了 不要再去堆啊 不要因为听到涨价 你就追进去 反而我比较建议 底部GEO股 底部GEO股 记得喔 是GEO股喔 你看今天 宏达店也涨停 有得可能的 对青山 薄得剩三十几块 也是底部嘛 可是这种股票 操作上你要小心 你看十一月营收只有五亿而已 你知道宏达店最高的营收 一个月是五百四十亿啊 从五百四十亿现在变五亿 我好惨耶 前三季都赔了八块半 那跌很深 涨难免 我不建议大家去抢这种股票 你要抢什么 GEO股你要买 底部的GEO股你要买 业绩好的嘛 就像超纵 跌了四个月 开始回春了嘛 开始上来了嘛 对不对 我们今天卖滑固 九十三块钱卖 随便卖都赢啦 还没涨我就开始操作了 大家都知道 还没涨就开始买了 买到喷出 探十几块 我上礼拜有讲了 相形破九十六喷出 如果破底防线 我会撤退 那今天破九十三 所以我撤退啦 齐邦 上礼拜有OTC买套第一名 对今天是不是喷出了 在还没涨的时候 我就预告了 要开始起了 讲完之后 突破缺口 今天来到六十八了 外资还要继续加码 外资还要继续加码 还有好几档 我没有时间讲 没时间讲啦 这支你要注意 有一档也是底部要起涨的 这支 今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已经跌了五个月了 年限铺在下面 底部的GEO股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买 不是乱买 跟我一起买底部GEO股 你要赚个三十趴 五十趴 很轻松 王总福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